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看上去没有什么 但就是因为饮食 吃的大多都是偏于油腻的食物 肉就成了主导 而蔬菜很少 经常长时间的累积 体内的油脂也会越攒越多 经过肠子的适时后 就会残留下不少 再加上肠胃对于这些食物 没有完全的消化掉 就会让大便在肠大内滞留的时间变长 即使是排泄出去也是的需要 我们费力的排出 最终出现了大便沾马桶的现象 所以 饮食这种因素是不能忽视的 每天要吃过蔬菜的量 同时减少肉的摄入 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 每天每人食用蔬菜的量 要在300到500克 其中深色蔬菜要占到二分之一 二跟肠胃功能有关 如果你近期的肠胃功能 处于一种紊乱的状态 首先要考虑的是你最近的饮食 还有就是环境以及心理的因素 在平时的时候白天工作 下班的时候就玩手机 卧在床上不起 一点都没有体育运动 或者是外交活动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肠胃的生理功能减弱 长期变了紊乱 也会出现大便沾马桶的现象 平时不仅要让自己的身体多运动 也要多吃些粗粮 让我们的肠胃多运动 才可以保证我们双方的健康 三跟肠癌有关 在临床上发现 有不少的肠癌患者 在早期还没有症状的时候 只有在排练出现了变化 有大便沾马桶的症状 往往是在给我们警告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考虑 及时的去医院做下相关检查 排除癌症的可能 各位朋友 你有大便沾马桶的症状吗 平时有便利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师 小伙子 我给你听说 我们想喝了 你们想喝了 我们加点